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是不是可以請財政部的張部長 我們現在請張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這是我這一屆以來 第一次到財政委員會來質詢 因為我向來秉持一個原則 對我不熟悉的事情 我不會輕易去做結問 但是對於我不熟悉的事情 我還有另外一個態度 是我會加倍地去學習 我今天要提的這個 所得稅法的這個修正 簡單講就談一個金融藝術 也可以講藝術金融 我很謝謝主席幫我們安排了 這樣的一個會議的審查 我對於金融的不了解 就像你對於藝術的不了解一樣 在10月底11月初 台北有辦過一個藝術博覽會 你有去參加嗎 沒有 你當然不會去參加 你可以告訴我在這一年當中 你參加過哪一個藝術的活動 老實講我都沒有參加 因為沒有空 有沒有空是看自己 你不可能一天24小時 一年365天 你都沒有時間去參加一個藝術活動 是因為你對那個活動 不是你所熟悉的領域 也可能是你沒有興趣的領域 同樣就對於金融數字 那不是我在行的 我對於人有感情 我對於人有感覺 所以我對於人的活動我會參加 我一年來我也沒有參加過任何一個金融活動 所以我們兩個之間是互相要互補 所以我特別要跟你談這個事情是說 在總質詢我也提過 你到底是要堅持一個拍賣制度的一鳥在手 然後讓眾鳥在林不願意眾鳥歸巢 你真的就堅守那一點點稅責 然後堅守那一個你認為的公平正義 你就認為這就是一個部長該做的事嗎 包委員我們報告有給你正面回應 我們願意降稅降到跟大陸香港一樣 那我不用質詢了 有啊有啊你沒有看我報告 我沒有特別細看啊 請委員看第八月 我唸給你聽好不好 我唸給你聽 我好像覺得不太滿意吧 我唸給你聽 為扶持國內藝術品拍賣市場 在不影響稅制完整性前提下 本不可檢討降低個人從事藝術品交易支 所得稅負 卑於大陸香港相當 然後怎麼香港法呢 跟他們一樣 大陸跟香港 香港是整個稅率是0.5% 香港是3% 那我們就把它降到這 那對於分離課稅這一塊呢 分離課稅會破壞稅制 但是我們稅負一樣就是 效果就達到了 我想這一點部長 最起碼你做了部分的改善 但是我希望它能夠落實到實質的效果 那我想這一點我跟部長 最起碼我們有一點共識在 那您願意接受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心裡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們曾經在總之群談到過 在今年秋季北京有一個重要的拍賣會 那麼它的封面跟封底的主要拍賣的項目 竟然都是台灣長家所提供的 然後北京為了要吸引台灣的長家 或買家去大陸 還特別包飛機 從台北載人去北京 所以部長 我只是簡單敘述這麼一個事實 委員那個稅賜好 因為我們是合併課稅 大陸分離課稅 這個我們不去動它 但是租稅負擔好 我們可以降 因為現在藝術品的成本 大概佔了85% 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 調整到它的負擔 大概在0.5到3%之間 好的我想這一點如果您能夠做成的話 是 部長也許在一個 雖然任期可能只剩下半年時間 但是你可能會給台灣的藝術市場 帶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出現 這個不用修法我們就可以做 對 因為在民國89年 當這個舒富比跟佳士德 退出台灣市場之後 整個台灣市場快速萎縮 不管是成交量成交金額都快速萎縮 但是我現在看到的一個情形 是現在有很多台灣的年輕人 開始進入這個市場 然後學習進入這個市場裡面 也去做一個理財 它不是只有有錢人可以去接觸的一個領域 像我剛跟你提到的 每年10月底11月初 我們台北的這個藝術博覽會 它雖然所成交的項目 大部分都屬於現代或當代的藝術家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前來看這些化展的年輕人的比例 非常的高 他們很願意從小的項目開始進場 然後投資30年50年以後的遠光 但是就我們的觀點來看 如果您只是做到了當代跟現代市場 你不能把真正的大買家留在台灣 它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聽到部長您願意做這麼一個具體的承諾 甚至您提到說可以不用修法 都可以具體做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欣慰 那雖然你一年都沒有去看藝術的市場 或參加藝術活動 我還是要特別給你加名 表示你還是有認真在學習 有 委員在總質詢的時候 其實我又知道委員的 回去我們就有研究了 我想我會請文化部 趕快送幾張票 給部長去看看藝術活動的精彩性 是啦 因為公開場合我不太出現啦 因為我去要戴帽子 要戴口罩 我想不要 部長我的辨識度還比你高 我都不怕 你怕什麼 部長您如果去參加藝術活動 部長您知道嗎 藝術界對於財政部 是最有意見的 甚至包括文化界 您知道一個出版界 希望您對於稅則上面 能夠給予一個 會 從寬的一個處理 委員可以今天可以 甚至對於實體書店 給予幫忙 讓他對於這些網路書店 有一個競爭力量 全部都卡在 對不起喔 部長 卡在您的一個稅制 然後包括藝術活動 我們可以透過捐贈的方式 讓一些企業界能夠結稅 或是他用包廠的方式 鼓勵他的員工來欣賞活動 而不是把所有的員工 全部關在他的廠房裡面 我覺得部長 您如果去參加藝術活動 您的影響力知道有多大嗎 所以部長 您不用遮掩 不用戴帽子 不用假鬍子 您只要進去說 我是財政部長 全場給您掌聲鼓勵 因為太多的企業界 期望透過稅法 來活絡我們的藝術市場 但是歷來我們的部長 大概都只看到了金融這一塊 沒看到可以透過金融透過稅則 可以真正活絡藝術這一塊 而且它是建功絕尾 如果您今天能夠真正落實我談到的 不用說休所得稅法 而真正能夠讓台灣跟中國跟香港 平起平坐 您能夠讓國際的大的拍賣公司 願意回到台灣來 部長這一連串帶動的 是台灣 會讓很多人 相信台灣是一個安全可靠的地方 他願意來這邊投資 他願意把它最有價值的東西 來到台灣做拍賣 部長 您比國防部長更有用 你知道嗎 委員 我這裡講了 只要不會說分離課稅 破壞稅制的完整性 租稅負擔的降低 我們來做 好吧 第一階段 我先接受你降低稅率 但是如果第二階段有困難 我們再來詳細來談 但是部長最起碼在這一塊上面 我覺得您已經在做一些努力 我也坦白跟您講 在這一屆我在文化立法院裡面 我特別要感謝財政部做了部分的浪步 包括博物館界裡面 對於國保級的捐贈 你們也在稅則上的浪步 在電影上面 你們也做了一些票房上面 計票的一些稅務則的一些浪步 所以部長 您如果多從事一些藝術活動 您會發現 您只要做一些少數的動作 您不僅不會減少稅收 您還可以活絡整個台灣的文化藝術市場 而且帶動很多人願意投入這些 好我盡量來參加 部長 那我就歡迎你來參加 那我想我今天實在對你 我也無話可說 所以無話可說是覺得 您已經做了一個很好的一個示範 所以我想今天也表示對你的尊敬 那就讓你早點可以用午餐 不要耽誤你的時間 謝謝您 那也謝謝主席安排這個 今天的一個審查 謝謝 謝謝謝謝 我們現在請楊